早安 今天是2024年10月30日 星期三 欢迎收看ATI市直击 今早我们有国龙征圈的研究部 投资经理方泽桥和谭海运 陈凯 今天有大事吗? 今天会期结 下个礼拜是大传及East 究竟港股及美股的走势是怎样呢? 今天和大家策解一下 下个星期除了几天凯凡的两件大事 人大常委会下个星期都会在同一个时间段到开会 到底对后市有什么影响呢? 凯凡一会也会和我们详细分析 观众朋友 如果你有投资方面有问题 欢迎你WhatsApp给我们 电话是96133819 或者下载香港经济日报HKETF 在聊天室里讲下你的称呼和留言 稍后我们会回答大家的问题 一起看看上日美股的情况 美股上日个别发展的纳资再创新高 比特币升6% 美国最新职位空缺少过市场预期 大消费信心强劲 美股周二是各别发展的 道指低开64点后 跌幅曾经扩大到超过200点 最后一度回升104点 收市要跌154点 收报42,233点 标指升0.2% 收报5832点 纳资金龙中国指数要向下 欧洲股市都是向下的 看看焦点股份 Meta升超过2% Google收市后公布业绩 交易时段上升超过1% 盘后交易就有一个上升 另外就是看看Tesla股价要跌1% AMD即前上升4% 盘后利要向下 另外福特勒上季的业绩倒退 并且削减全年盈利预测 股价要跌近8% 以月托证券形式 在美国买卖的方网股ADR 各别发展 腾讯、阿里和美团都比本港上日收市低 汇控绩后做好了 星期二在港股升3% ADR再比本港收市高 折下72.1号8 比亚迪将为今日公布业绩 ADR就比本港上日收市两大 我们看看汇车相关股份 小米的ADR就是 小米在收市后发布15Pro 以及公布了SU7Ultra的定价 大约是81万 但股价比港股收市低 未来港股急升9% ADR要回套4% 我们一起看看亚泰区外围的情况 基金平均指数现在早段 升近百分之一 升近三百多点 最新39,282点 所以综合指数跌近13点 悉尼普通股指数跌近15点 新西南五十成份股指数跌近100点 我们先和Kofin谈谈谈美股大事的情况 昨晚看到指数是个别发展 不过Trump Trade是持续的 DJT星期一升了两成后 星期二再升百分之八 重上50美元 Bitcoin也升了七万美元 纳指是受到业绩消息大动做好 现在在大选前是否应该走货呢 其实有很多不同的看法 有些人觉得起码吃半流半 有些人觉得不用太害怕 Kelvin你又怎样建议你的客人在大选前 不够一个星期的时间点上 在美股上有部署 我觉得美股也会反复 继续向上的机会居多了 虽然看到美股暂时来说 之前有4万3千点道指 下跌至4万2千2百点左右 跌幅大概1千点左右 但我相信美股来说 在这么强劲的资金的支持下 还有减息的周期 我相信美股也会反复向上的机会居多 你看到很多芯片股仍然持续向上 不算是一些大型的方网股 Metas、Google都仍然继续朝着向上的方向进发 尤其你看到特朗普现在的领先度 比特币好像是高过何錦麗一点 大概是0.2% 以这个当选的机会率是超过六成的 所以相关的一些特朗普概念股 大家可以留意 例如银行或者一些芯片 一些保护作用比较大的一些股份 我觉得大家都可以留意一下 比特币仍然持续反复向上 无论是特朗普上任 何金利涨也说明会支持比特币的活动 所以我相信暂时来说 美股要大幅向下调的机会率 我觉得就不会是很高的 所以暂时我也认为 美股仍然可以中长线持续 好 那我们就谈谈 你刚才也说到资金了 资金看到最近流入了美股 还有M7因为看着业绩 上两个星期公布 例如TSM、Netflix或Tesla都做得不错 最新公布其实Google也有一个不错的业绩 看到盘后股价升超过5% 大数方面它的收入和盈利 都比市场预期好 不过现在最新最败的就是两件事 第一是看到云业务率升了35% 其实云业务的增长也超出了市场预期 第二就是看到毛利率有一个继续上升的情况 最新的广告收入增长了10% Google你觉得业绩是否非常满意 第二就是在现水平你觉得 可不可以明天开市的时候追入呢? 其实现在它的股价 之前都是在大概160多元这些位置 是磕磕磕磕磕的 出了业绩之前 昨晚都升了1.78% 已经有些资金流入这只股票 看到其实它每股盈利现在是在做2.12美元 即是第三季 营收大概是82亿美元 升了15% 业绩当然是超出市场的预期 我看到其实以股价来说它真的有一个明远的突破 我觉得这只股票在中长线有机会持续向上 因为始终受到整体环境的影响 还有这么大的资金流入我相信Google仍然比较 那个低位是大概165元左右 没有货品我觉得可以在175元这些附近上车的 中长线部署这只股票可以 不需要太担心 好 我们来看看港股上天的情况 继续变动不算太大 在寻找方向 好 恒生指数昨天高开130点 最多升290点 收市升幅收窄到101点 收报是20701点 升幅大约0.5%左右 国企指数收市升0.4% 收报7417点 科技股指数升超过1% 收报4623点 大市全日成交1542亿 北水继续录得淨流入 昨天的金额是67亿5千万 阿里巴巴录得17亿7千万的北水淨流入 美团亦有8亿9千万的北水淨入 另外恒生国址ETF和盈富基金 分别有9亿2千万和8亿4千万的北水淨流入 淨流出方面 中海油和中移动都有超过3亿元的北水淨流出 与Kelvin谈谈谈谈的情况 今天是期结 恒指这几天都在集幅上落 继续在10天和20天线中间徘徊 不过看到昨天收市后 路透引述消息人士说到 内地下个星期 人大常委会 将会審议最多发债 就是超过10万亿元人民币的撤击方案 一旦由共和党候选人特朗普当选的话 中国的旧市措施规模 就预期会进一步增加 夜期一度升超过300点 高位见过211楼上 之后一度跌跌1点 最后也叫做打回原营 港股的情况也是继续闷局 后市大家就观望着 人大常委会的会议 第一个时间点很敏感 就横跨了美国大选和美国的议色会议 大家就在看会不会有些实质的数字出台 昨晚露透的消息 你觉得可不可信呢? 还有下星期出台强力措施 甚至说特朗普当选会大幅加码 你觉得这件事出现的机率大不大? 其实我也觉得 特朗普当选一定会加强 对内地的制裁行动 所以10万亿元是合理的 但是10万亿元不是一时间推出的 可能都要分两三年 怎样推出的呢? 其实看到 他用一个6万亿的特别国债 还有一个4万亿的最新国债 用来4万亿是专项国债 用来什么? 购买5年限制土地和房地产的扣置 另一方面 其实看到2008年 都推出过一个4万亿的救市措施 当时以一个GDP的相比大概13%左右 今次的10万亿 最新的GDP大概占8%左右 看到除了支持房地产之外 据捕亦都 批准至少1万亿去刺激措施 以旧换身 都是刺激来需 换一些新消费品提振经济 另外1万亿 注资是国有的一些银行 所以今次那个 地方有线 房地产之外 随着 区别申于 kan 这部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